2018年5月12日至15日 由东京华筑中心 日本太和静宗学会 日本华藏静宗学会 中国吉林省国性慈善基金会 联合主办的 2018东京和谐护国信念法事 即孝亲报恩祭祖大典 在日本东京福安市文化会馆隆重举行 大约一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与会者 共襄盛举 这场体现孝敬精神的法会 在此时此地举办 对于消弥矛盾冲突 与实现和谐共荣 具有非凡的意义 法会分成三部分 5月12、13日为 和谐护国信念法事 5月14日为 缅怀全球万幸先祖的 孝亲报恩祭祖大典 5月15日为 和谐世界从我心做起 专题讲座 5月12日上午9点 与会者排列有序地进入会场 一序就座 整齐换一的场面令人赞叹 9点半 会场播放静空老法师 预先录制的谈话 静天法祖 以和为贵 论语上说 理之用和为贵 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和为贵 如是道的 伦理 道德 因果 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 是东方传统文化的精髓 也是古今不变的真理 更是促进当今 世界安定和平的重要良方 如是道的伦理 道德因果 圣贤智慧的普世教育 是两个传统文化的精髓 也是古今不变的真理 更是促进当今世界 安定和平的重要良方 而这些普世教育 都建立在校体的基础上 祭司大殿 正是落实校体之道的 教育合同 人人秉持和为贵的精神 就能避免矛盾对立 也能化解社会的冲突与危机 大众静心聆听 了解到 必须从自己本身 开始落实和为贵的精神 共同为社会和谐 注入一股有力的能量 十点半 举行佛前大供 诸法和尚 成敬上香 大众虔诚意心供养十方诸佛菩萨 与护法圣众 下午一点 遇会大众 肃力恭迎主法和尚 与阅众法师进入会场 随着戒定真香 悠长庄严的唱赞 三十信念法师正式开始 三十信念法师 乃元朝中风国师所汇集 它的要点在于将身形 言语意念三方面 统设起来 专注在西方极乐世界 以此专心信念的功德 帮助亡灵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消弥世间灾令之气 遇会者如果能以 至诚心念诵与修持 就能提升自身信愿型的 清净功德 将来能得阿弥陀佛接引 往生极乐世界 圆满无上菩提 因此三十信念 确实能产生 净化身心 净化世界的强大力量 故事悉灾 明阳两立 每一时法事都包含 诵经 唱赞 念佛 佛法讲解 忏悔 发愿与回向 整个会场庄严肃穆 井然有序 清唱和雅的颂念声 响彻听堂 大众整齐一致地 随着主法和尚 礼拜 唱颂 绕行 这一刻 身心已融入大悲慈父 阿弥陀佛的 红身誓愿之中 绝海虚空起 缩脱夜浪流 若人当彼岸 极乐有归周 三十信念 处处指引众生 破迷开悟 倒归净土 净土从哪里来 正如经中所言 心静则国土静 净土从每个人的 清净心产生 所以社会的安定 世界的和谐 都从我们当下的 一念清净心做起 祈愿借此法会 凝聚众人真诚忏悔 致诚念佛 一心向善的力量 以期消弥 世间灾厄 促使各国风调雨顺 国态民安 族群融洽 祝愿世界和平的理想 早日实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